現在西方制裁所有與普京有關的權貴、有錢人、富豪 包括車路士的班主巴默佳智 他最新的息息就是放棄管理權的基金會負責 我最後再問一下根本 其實這群俄羅斯富豪為什麼會這麼喜歡買球隊 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買球隊我以我認知 第一就是你容易地把錢運走 其實我以前做過國企 其實最重要就是你容易有條渠道把錢在歐洲輸出去 還有世界上有哪門生意去做洗衣機可以漂白 那些錢最快一定是足球的 你說他給球員的年薪多少或者多少 你有沒有欠薪?你有沒有吃? 完全沒有人知道 所以其實很多內部問題我們未必完全看到 當然英超的監管會比較好 那麼會容易一點 第二就是他如果他要去建交 去不同的地方去 去令人認識到俄羅斯他那門的生意的時候 其實足球是一個世界最好的品牌 因為你始終足球是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 你是可以讓任何人都知道 還有就是你容易地可以一個很大的金額 抽離在俄羅斯本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洗錢渠道 因為我記得當邦惠治剛才買車路士的時候 是很轟動的 那時候他真的突然取高了轉匯費等等 你會不會覺得當時已經有花錢的意圖呢? 轉匯費不只是給了公司的 或者公司是他自己人 是不是會有這樣的操作呢? 一定的了 你去買公司其實就是 有時候球員那些角水濕腳多少 或者我們怎樣去知道球員的本身 那個買賣呢?其實你本身涉及賄款那些呢 長久以來都存在 譬如說以前的阿仙奴領隊 佐治加雷鹹 甚至乎 哈里列納都是涉及一些轉匯上面收受回佣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就是他要買賣一個球員 他去怎樣去花錢的操作 根本上就是那些陰陽合同 我們會很難去理解 所以其實就是 還有你的金額很大嘛 你很難 譬如說說我想買沈教授 我要10億買你 沒有人會質疑我用10億去買你 因為你是在行中有人認識 我給這麼多錢買我的球員是沒問題的 是不是? 所以後來結論就是 如果我中間回5億給你也沒人知道 這麼說 他帳面數和帳底數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其實 球圈上也有一些大家公開的秘密就是 其實斯朗拿道當年為什麼 會離開黃加瑪德里因為欠身 只不過斯朗拿道就是 他一直都沒有出聲 他不去 不去把這件事洋出來 甚至乎 巴塞隆拿出夠糧給他 其實真的要問他才知道 俄羅斯由黃 總之什麼原因都好 他都買了差不多20年 但是幾年前英國的高登規劃 就被人斷掉了 之後就進不了巡體波了 這次就可能會中了制裁 你覺得對西路士的前景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一定大影響 因為始終都真是有時候你錢真是會 輸到胡宣散的 你 這麼大條水又吹在這裏 吹了20年的時候 無疑 阿巴默自入到來 他是將車路士的建築 所有很多東西 他是會 擴大到和令到加英球會 可以無堅不摧 或者其實他是可以 開展到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你 當你的球會 是建基在一個金錢去營運的時候 那你沒有了這條水口 我覺得車路士會 難搞一些 除非你有些 其他那些大型的資金進入 如果不然其實 都會去萎縮 這件事情 跟荷蘭亞即使很不同 荷蘭亞即使就是他一向 有一個很好的清分力量 所以他怎樣都可以去 支持到 那你問我車路士 他走了 有機會其實就是你給不到那些 球員的那些薪金都會升散 最簡單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就是恆大 恆大你 接下來 都會是 情況都不會很樂觀的 因為 他現在是沒有錢泵下去的時候 其實都會升散的 俄羅斯跟英超有關的案例就是 現在 萬聯 本身的贊助商 俄羅斯也是被制裁 終於撤斷贊助 不如我們另外抽空來看 俄羅斯除了 一個班主買一對球之外 投入那麼多錢 英超 有什麼原因呢 剛才你提過就是 宣傳效益 一個品牌建構 但這件事究竟是有多影響呢 你覺得如果你說扔下去英超去做或者去搞那些東西 真的你看 你真的要問那個班主才知道 譬如說我以前在樂視 樂視 就是一個中國品牌 我們都曾經試過在英超 比賽裡面 我們是賣那些場地廣告牌的 我們花100萬賣6場 每場播 可能出幾次90秒 你問我其實那些 對 品牌的形象推廣 有多大 我又覺得 其實 未必是一個很有效的品牌 反而就是 我們自己人裡面就說 哇我們很厲害 我們在英超那裏 賣了一個廣告 就是這麼多 但是當然 如果去到一個這麼高的層次 你和萬聯去 簽這些品牌的贊助的時候 對他的生意額 我覺得會提高的 或者其實都會多了人 去想 以為我和這間 航空公司去合作 或者我們去用他的航空公司 會多些去 令他的生意額提高 但是你問我 如果我就著俄羅斯航空這個 因為這兩年始終的疫情關係 他的生意額有多少 受惠於這件事 我就會有點疑問 其實你覺得整個制裁 英國針對著俄羅斯富豪的制裁 影響到體壇的賺助 會不會是幾雙重標準呢 因為 近年很多投資英超那些富豪 都是來自獨裁國家 最新的例子就是這個沙特 那他人權可能只會更差 那你一方面制裁俄羅斯富豪 你一方面受惠的錢 其實怎樣可以自願其說呢 其實你說自願其說呢 很多時候 你說得很對的教授 雙重標準 你 有些 現在你俄羅斯 就說烏克蘭 SWIFT的制裁 談到今天 我和你談的時候 都未完全行到 那你 他們很多時候 想過利益 你有錢在 他們就先想 那當然你去 那些 極權國家下來 你離譜到 就是你離譜到 如果你譬如說 你塔利班走去贊助英超 那我想他就 就是這些底線 他就不會去接受 但是 你沙特阿拉伯或者其他 那他始終的石油生意 或者其他那些 他們考慮這些會比較 多些去 就是多些去 有不同的考慮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正如 我們經常說 鴉片戰爭到底 到底是一場什麼的戰爭 可能都是一場經濟戰 他們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去想事情的時候 在一個球圈裡面 你有利益就什麼都行 如果不是 其實 說真的 就用回香港來講 那你 那些球員欠身 那你為什麼一間球會 可以繼續 讓他 存在在那裡 那我就用回 烏克蘭有間 球會叫 叫德烈柏 或者叫迪利浦 他也是因為 欠身爭 那個 桑迪拉莫斯 以前王家馬德里的教練 的薪金 所以他的球會 被人告到上國際租業 然後他現在解散了 其實就是 你在 球壇正義這裏 和金錢之間 我覺得有時候 他金錢 某程度是影響了 體育很多東西 所以說 如果這次不是打大仗的話 俄羅斯的資金 似乎不會有人 搞他住 另一個 想問的問題 關於體育本身 那麼多俄羅斯富豪投資了 足球 其實對俄羅斯本身的足球水平 有沒有什麼改善 如果你說 扔下去很多 那些球 就是扔下去那個水平 我覺得他之前 俄羅斯有些球會 都曾經在 歐洲賽日號表現 譬如薛尼特 莫斯坡 中央陸軍 他都 除了歐聯之外 他們都贏過 歐洲最豪盃 那些 但是 你問我 自身 他對國家隊來說 他自從08年找過 希丁克去教他們之後 那麼他對 他對 最厲害都是 剛剛100年的 世界盃他們主場 那樣拿了 即是入到八強 但是他如果以足球水準 對比回蘇聯時代 其實已經 不是那回事 那麼你 還有就是 你以前 就都會多一些的俄羅斯球員 是可以在那些大球會那裡踢到的 但是 這幾年來講 又沒有什麼說 那些出名的 俄羅斯球員 就可以在那些大球會踢 但是烏克蘭不同 譬如說 之前有舒夫增高 現在曼城的後防 新增高 那你都是 在那些歐洲定級球會那裡 可以 賺到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 如果你跟烏克蘭 烏克蘭俄羅斯的足球水準來說 我覺得是有些 撤銷被掌的 不過當然 都正如我初頭所說的 烏克蘭 他本身的 足球員的 質素呢 就算在 俄羅斯 就是在蘇聯年代 他都是 蘇聯 主要的大戶 你說他投資這麼多錢 進去足球那裡 你會多了 多了人認識 那些俄羅斯富豪本身的人 但是你說 對足球水準 我又看不到 會很大的 提高了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次戰爭會不會令到從此俄資會絕跡於英超呢 俄資絕跡於英超 那要看 整個歐洲 那要看普京 普京有多長命 我覺得 如果 普京他真的繼續掌權 我看不到 他會可以 繼續有俄資會進去 因為你始終 你 起碼可見 這三至五年內 起碼 都不會有俄資進來 因為你傻 你打到 人家 國家 簡直是體無顏膚 但是 如果普京的政權 有什麼改變的話 我覺得 始終 國際社會 都會 對俄羅斯 不會採取一個完全孤立的態度 因為始終 他 政權有改變 跟之前那個有不同的時候 都未必想他 未必想他死 還有始終 教授你都知道 很多 俄資 以及現在歐洲都有一些不可分割的關係 比如說德國的 福士汽車 或者他的天然氣 他贊助 俄羅斯的天然氣 贊助很多隊 你才是黑04 雖然最近都是貼了 深口說不再接受他贊助 但是 這些經濟上面那個實際關係 其實都是影響他本身的 民生 就算俄羅斯和烏克蘭本身 他很多 一邊就要他的鐵 一邊就要他的天然氣 其實 都有點不可分割的 所以其實就是 很大程度 我覺得看普京 這一招死靜不死 明白明白 你說那個結論 就不會馬上知道 但是我想 剛才我們說的內容 就很快看到 即時的成效 因為 不可以去俄羅斯看球 然後 本來他要搞的 都被人禁止 這些就很立竿建議 會的 會的 我再補充他 因為我覺得他有機會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體育層面的制裁 我想國際祝協都是西瓜 靠大邊 都有機會有些事情會再做多些 很明顯 歐洲祝協 他都在今屆的歐洲賽事 歐聯那裡也 致散了決賽場地 俄羅斯可能也會 進一步孤立 如果我自己覺得 明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談談 很感謝你的指教 我們再關注一下其他 發展有什麼事情 再去找你 謝謝 世界平安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